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宝格丽的晚宴变成了销售现场 杨阳成了全场的唱销书 她被富有的妻子包围着 日前 宝格丽的活动负责赚一波流量 名人的出现 以及英俊潇洒的男人 给网友们带来了一股洋眼的冲击 但就在近日 杨阳与在场的几位巨性富豪女子和影 被吃瓜群众议论纷纷 一开始只有杨阳的粉丝觉得她长得这么潇洒 之后不知道传闻是怎么传出来的 后来据说杨阳在招待一桌有钱的女人 还主动联系了其中一个 在成功登上观众榜首后 现在已经达到了销量第一的地位 甚至有人说吴磊当时也劝富婆买首饰 甚至有人说吴磊当时也买首饰 但是带货的效果却不如杨阳 由于吴磊现在才二十多岁 被认为对豪门女人来说太嫩了 另一方面 三十岁的杨阳被认为是男人的黄金时间 因为她成熟稳重 有钱的女人也能得到杨阳的帅气 杨阳的风度在圈内算是名列前茅了 被誉为君弈孝草 排在陈腾和沙翼之后的第三位 站如松 坐如钟 再加上杨阳非常自信 站在人群中简直是脱颖而出 她是最美的男孩 虽然有人抱怨杨阳的举止太死板 站如松 坐如钟 再加上杨阳很有自信 站在人群中简直就是脱颖而出 我的印象是 杨阳确实很吸引人 昔日 她的名字叫肖奈 却被数以万计的年轻女子所喜爱 看来 她的魅力 比以前更讨人喜欢了 即使是有钱的妻子 也会为丈夫掏出很多钱 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个特殊的事件 好吗 过了一段时间 有人爆料某品牌的做法非常低 事实上 当天参加活动的所有艺术家都被分配了特定的职责 不知道合着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把男明星当男性公关代理人 让这些艺人低头的出场费是多少 杨阳和吴磊带去卖首饰的材料 也因这种方法而质量下降 他们已经从大明星转变为男性推销员 而且他们仍然将男性作为武器 这两者都对他们的公众形象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一段时间后 网友们的评论越来越离题 当杨阳的团队和粉丝意识到这一点后 纷纷回应 他们从27日开始提供更多信息 杨阳没有做到富婆旁边 而是和各个品牌的高管同桌 不仅如此 他们还把吴磊方拖下水 相信卖首饰的用金出自吴磊之口 杨阳粉丝追随的死道友 不死频道的做法是也很有挑战性 之后 对方球队的支持者被分成两组 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个谜 赵路斯方的粉丝们的故事也告一段落 赵路斯和吴磊的部分CP粉也陷入了浑水 三方乱斗目前就是这种状态 按照我的解读 赵路斯下水是为了带兵 因为这件衣服 赵路斯在热搜中受到了训斥 他在网民中不受欢迎 人气也受到负面反馈浪潮的冲击 对于问题品牌 网友容忍度低 赵路斯的支持者之所以放弃 是因为他们希望看到其他双方更加分裂 如果他们能尽快进入主动搜索 那就太好了 如果以这种方式呈现 公众可以忽略和忘记他的个人事物 可以预料 娱乐业将以这种方式运作 不过 给东方带来灾难 真的很有趣 一个全新的瓜发布后不久 又会发布另一个瓜 而这个后续的瓜会为第一个瓜挡枪 让我们花点时间讨论一下这个的销售方面 好吗 我对杨阳和吴磊能否成功推销他们的产品表示怀疑 也许富有的女性是他们最大的粉丝 索取照片 观察他们佩戴的配饰 然后购买这些配饰以表示您的支持 当杨阳成为该节目最有价值的球员时 我措手不及 进一步阐述 不要相信星星总是位于屏幕顶部 相反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从远处欣赏 而不是以任何方式与之互动 但是实是 这种规则只适用于旁观者和路过的随机人 名人在非常富有的人面前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应该通过低头来表现出适当的尊重 毕竟 没有钱 人怎么活 在之前的一次活动中 某一名高龄志华的男艺人表现出 与平时完全不同的态度 用近呼奴性的态度讨好京城老大 这是名利场遵守的规则 当一切都说了又做了 如果你想有人帮助你 你需要有一个想帮助你的人的心态 与大哥子相比 明星们其实微不足道 此外 在品牌成立之初 在娱乐圈打工的男艺人 为了获取高奢资源 会匍匐在大中华区 舔示该品牌的概难 这种做法很普遍 这些是圈子中遵循的一些默认规则 但总的来说 近年来氛围变得更加积极 让我们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看 因为某家公司目前正在搞这样的噱头 既然他们心中有目标是 很自然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那就这样做吧 你喜欢羊羊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